从一名听不懂普通话的和田八郎 成长为能编写出50多万字双语教材 拥有十几项专利成果的石油专家 近日在新疆克拉玛伊 肉资曼买提巴克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奋斗经历 肉资曼买提巴克出生在南疆和田的一个村庄 1991年 15岁的他考入克拉玛伊技工学校 三年后成为一名石油工人 然而在工作初期 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言 成了他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为了尽快学好普通话 他不仅在上班时抓住机会和同事们交流 还会听广播纠正发音 不久后 他不仅自己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还编写出50多万字的双语教材 方便维吾尔族工人参考学习 紫边的教材是双语这一块的教材 就是我们的石油专业把它翻译成了维吾语 当然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我也知道很多少数民族在学习语言方面有可能 所以我就把这个汉字下面表了一个评音 然后让大家学习的时候 他要是某一个汉字他不会念的话就不会说 他就像看下面的那个评音 他就会说了这样的 这个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比较方便这样 在他看来 作为一名合格的石油工人 不仅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还应该善于钻研创新 他用11年的时间学完两个大专和一个本科课程 31岁被评为全国青年技术能手 33岁成为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级技能专家 他和工作室成员研制有16项国家专利成果 我现在是我是四十岁 我有一个师父呢 他是三十岁岁 他是一个搞科研的 当然我也有我的徒弟 但是他是我的师父呢 我跟他学啥 就是主要是搞创新搞设计这一块 就是说我也有我不动的问题 我向他请教 然后我们从去年截队之以后 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些课题 应该来说可能这两年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在事业上取得成绩 肉资漫卖体巴克也希望自己能更好的回报单位 他梳理出采油岗位可能出现的100多项问题 和导致问题的600多种原因 并在2006年创建红柳石油网 收录各种石油生产相关资料 为行业从业者提供了专业的交流平台 说实话我们也是这几年 不管是克勒马埃的发展也好 新疆的发展确实很快 我们也特别能感受到 下一步的打算的话 可能还是巴斯基的做好本质工作的同时 就是带领更多的年轻的员工 在发挥我们工作室的作用 高创新为我们企业的发展 为我们克勒马埃的发展做贡献 从和田巴郎成长为石油专家 这些年 肉资漫卖体巴克也清理了新疆的发展与变迁 新来单位的85后90后 维吾尔族青年受到了更全面的教育 不再为学习普通话而困扰 克勒马一世也建设得越来越好 新疆与内地的交通也更加便利 他表示未来要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